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我要分析的是 海克利斯的天敵 艾尼路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要開始我的推理 之前已經有說過 但是那邊觀看數比較少 所以我決定加一些內容 再重新講一遍 首先我們要先理解 為什麼海克利斯要在櫻波列島研究植物 這點我認為在暗示一件事情 那就是魯夫去空島抓了一隻獨角仙 這點非常奇怪 大家都在等出海 為什麼你要去抓一隻獨角仙呢? 我那時候在想 會不會是動畫組自己加戲 去發漫畫才發現 這是真的 這一段你們可以回去看看 很奇怪無意的舉動 所以就在想 會不會是在暗示什麼之類的 之後到了騙人鋪師傅出現 這整件事情串連起來了 海克利斯的意思 有獨角仙的意思 所以當時上去空島抓的獨角仙 很可能就是在暗示海克利斯 而之前有說過 海克利斯是洛蘭度 那為什麼他要研究植物呢? 這點就要講到巨人與豌豆了 之前有講過 他很有可能是巨人與豌豆的故事 巨人與豌豆的故事是 一位男孩上去空島偷宿情 而空島正好也有宿情 就代表的 尾田真的是在致敬 你們知道洛蘭度是怎麼死的嗎? 因為撒謊 真的有黃金鐘 但是國王過去 黃金鐘和空島 被海水沖到天上 所以洛蘭度當時被認為在說謊 所以國王處死了他 我之前說過 洛蘭度很有可能沒死 這你們可以看看以前的分析 那如果洛蘭度真的沒死好了 那他現在最有可能在幹嘛呢? 我認為他身為一個探險家 他肯定是想把空島找出來 他很有可能就用 從地底長出豌豆連到空島上面 這樣就完美致敬的巨人與豌豆 這種經典的童話故事 尾田基本上都致敬過一次 如果常常看我影片的人就知道 尾田常常在致敬 又或者海克力士已經去過空島了 但是空島有艾尼路擋著 海克力士無法打敗他 所以在地面研究植物 為什麼是植物呢? 之前有說過 翔雷果實的弱點就是 遇到無法通電的人是無解的 像是橡膠果實之類的 而真實世界還有什麼很難通電的 那就是植物 植物也非常難以導電 有人可能會說 艾尼路幾十萬福特 植物怎麼受得了? 但是這不是真實世界 植物也可能是逆天的存在 所以我認為海克力士在地底研究植物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打敗艾尼路 但是他很有可能不知道 艾尼路已經被打跑之類的 希臘歷史中 宙斯的王位就是被海克力士推翻的 希臘歷史 海克力士的爸爸是宙斯 而宙斯是使用雷電 對應了艾尼路 所以海賊王的世界也很可能是 海克力士對上艾尼路 其實艾尼路會下來地球 很可能是必定的 因為很多劇情暗示他會下來 而且他的人氣是非常高的 就算尾田原本沒有讓他下來 可能都要改成讓他下來透透氣 那他下來有兩種可能 會對上黑屋子 之前分析過 黑屋子的原型是大黑天 這裡大概講一下 黑屋子很有可能有三個型態 大黑天也有三個型態 那就是兩隻手臂 四隻手臂 六隻手臂 而黑屋子的櫻桃派 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 大黑天手上的那玩意 相似度基本上破表了 然後大黑天有拿三叉 很可能就代表海賊王拿三叉的人物 很可能被奪取 拿三叉的有很多人 艾尼路就是其中一個 或者海克力士 上演希臘歷史 咒斯被推翻 我自己覺得海克力士之後的對手有兩個 第一 艾尼路 第二就是一樣是植物達人的綠牛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